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7月5号星期五 大家好 七五十周年 就是新疆的这个七五事件有了解吗 没有啊 其实很多人对这个事件 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了解 那有一些人可能就听说过 你听说过吗 好吧 其实我们以前说过 你可能忘了 这个真正发生的时候 是在2009年的7月5号 今天是2019年的7月5号 就七五事件的十周年 咱这样 我相信其实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也跟你一样 对这个事件 其实就是说 也许听说过也许一知半解 我们讲讲这个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 其实从去年 提到新疆在教育营的时候 就涉及到这个问题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查看了一个相关资料 在网上找资料 然后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在网上来讲 能够客观中立中肯的来说这件事的 几乎就没有 我没想闹过 知道吗 找到的就是说两个方向 一个就从汉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一个就从新疆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你要从他们看起来 这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情 那里面有一些共同点和一些不同点 我今天我觉得我有点挑战极限 就是说因为这个事 想要站在一个客观中立的立场上来说这件事 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我觉得我恐怕也做不到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很有可能 就是说只能是互相各打五十大板 就是双方我觉得对的地方说一下 错的地方也要说一下 就是说而且这里边我觉得存在的大量的误会和误解 我把我认为有存在就是说存疑的地方 我指出来 因为这个事情过去这么久 大陆有一些消息在封锁 第一手的最准确的资料 现在我觉得大家都不掌握 好吧 所以我相信在我后面说 估计今天要找骂了 因为支持两头的估计都得骂我 有网友说 说石头最牛逼 说为什么呢 因为石头的视频 你知道吗 就是说踩和赞基本上是一样的 差不太 基本上持平 说别人都会有一个倾向 对吧 因为就是说你往这头说吧 那么慢慢的你的观众都是这头 那头干净就不看起来 连点都不想点开 也没工作来踩你 但是说死动的视频是这样子 知道吗 就是说不管是踩的是赞的 还是怎么着 他们还要来看 看完忍不住还得踩 你知道吗 不看又难受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即使他某些程度上不支持吧 但他还愿意听 为什么呢 有人说呢 就是这样 他说呢 因为说的是实话 大实话 所以呢 虽然我不爱听吧 但是我还爱听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尽量咱们讲讲的大实话 好吧 那这个事呢 导火索呢 是在2009年的6月25号啊 嗯 在广东 就是韶关是吧 对 广东韶关呢 汉人和维吾尔人呢 打起来了啊 那说呢 当时的这个导火索是什么呢 就是说起因呢 是因为有一个维吾尔人的 好像强奸了一个汉人的妇女 然后呢 这个汉人和维吾尔 和维吾尔人就发生了这个群殴 然后呢 这个 那当然呢 你说在广 在广东嘛 汉人就多 维吾尔人就少 导致呢 有两名维吾尔人呢 被打死了 呃 但是汉人呢 因为互相就群殴嘛 群殴呢 之后呢 就是说汉人呢 也有受伤 但没有死的 所以呢 在但是呢 在受伤的人当中呢 有三分之二 都是维吾尔人 有三分之一呢 是汉人 汉人也有受伤的啊 就只有维吾尔人受伤的呢 维吾尔人也是这个汉人的两倍 虽然呢 维吾尔人呢 比较彪悍啊 但是汉人呢 人多 那最后他们呢 就是吃亏了 嗯 这个呢 是事实啊 然后呢 就是说 差不多就是10天之后 到7月5号 6月25号发生这件事 到7月5号的时候呢 就有新疆的维吾尔人呢 在乌鲁木齐呢 举行的示威 要求政府呢 为在广州打死的维吾尔人呢 伸张正义啊 呃 那这个里边呢 就存在一些问题了 从政府的方面来说呢 就认为呢 这个有有几 当时呢 有几万人呢 在乌鲁木齐那举行示威 然后这示威呢 刚开始呢 可能是想是和平示威的 但后来呢 迅速就变成了一种暴力的 就是说呢 开始呢 就是说 在马路上呢 对一些完全不认识的汉人 就他们 因为他们有几万维吾尔人 就觉得这次我们认多 因为在乌鲁木齐嘛 就是说维吾尔 维吾尔人多 汉人少了 就开始了 在马路上就开始打汉都人呢 然后这个欺负汉都人 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后来呢 这个乌鲁木齐当地呢 就迅速的就镇压了 镇压了之后呢 认为呢 是血腥镇压 因为动用了装甲车和散弹枪 据说死了很多人 嗯 政府呢 给出来的视频呢 全部呢 都是呢 这个维吾尔人呢 就杀了多少汉人 说把汉人杀了 还搁在火上烧啊 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政府呢 就不得不呢 出来镇压 呃 那维吾尔族人这边就说呢 说这个事件呢 是由中共呢 一手策划的 那为什么他们这么说呢 他们说这样啊 他们说呢 在这个7月5号之前的 一星期之内呢 有3万维吾尔族人呢 从南疆赶到了乌鲁木齐 那说为什么他们敢来的呢 他说这样啊 他说在75事件的前10天 也就是6月25号 嗯 他说你看7月5号 前时间差不多6月5号呢 他说在南疆电视台呢 有一个广告 说为了响应政府解决就业问题 乌鲁木齐呢 大型国有企业呢 向南疆扩大招工 欢迎报名 如果没有录取呢 仍然汇报呢 来回的车票 那广告呢 是由乌鲁木齐市政府呢 发布的 他认为是这个广告 导致了有这么多的 这个维吾尔族人呢 从南疆呢 赶到了这个乌鲁木齐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呢 镇压75事件的这个部队呢 大部分都提前5天呢 从浙江呢 就赶来了 他说这个呢 就说明那你当局怎么回事 你们知道要出事是吗 好 这是他的疑点啊 疑点在后面反而到位 我觉得到解决了 一会咱们看后面疑点是什么 是这样啊 呃 还有一个疑点 就是说呢 说这个广东的这个汉人呢 在打维吾尔族人的时候呢 导致两边维吾尔人被打死 说事件的这个群殴 双方的群殴呢 经历了5个小时呢 当地警方呢 才把这个平息 所以认为 为什么经历了5个小时的群殴 警察才平息 就认为呢 当地政府有意纵容的汉人 去打维吾尔 维吾尔族人啊 那我觉得啊 对这个一点 我说一点 我要觉得什么 是这样啊 在天津也这样子 假如比如说 只有卖淫嫖娼的 报警了 警察可快了 就来了 你要说只有两个人打架 喝醉酒打架 警察来了也很快 但你要说这有20个人 群殴 你知道吗 然后拿着刀枪棍 你在这群殴 警察来了可怕的 一两个他不敢来 拍上所民警一听这个 卧槽 这我怎么能去 我去把我打死了 他往上报 报分局 然后呢 分局再往上报 一定要请示到上面 就是说呢 请示到最高领导 然后这个事件呢 差不多呢 是发生在 就是说凌晨左右 625号就是说 就是夜里 夜里的时分 就是说傍晚吧 傍晚到夜里 好像是从11点多 最后弄到了4点左右 晚上11点开始打 达到了4点 双方群殴 然后呢到4点呢 这个警方呢 才出用了大批警力呢 去镇压 就说呢 为什么等了5个小时 警察才镇压 应该呢10分钟就镇压 说实话 我觉得呀 那拍了所民警 接到了报警 10分钟之后 能拍到所跑过来 都不容易 你也得给他点时间 对吧 你11点呢 开始就闹起来了 然后呢 开始报警 警察呢 也害怕 你看这么多人 打起来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呢 过了4 5个小时之后呢 才调集了警力呢 赶过来 呃 我说实话 我觉得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反正 我不知道广东那边的警力 什么意思啊 在我们天津的话 也差不多这样 好 你别以为多快 马路上经常捅了人躺那儿了 然后打电话叫救护车 你以为跟美国似的 就我说哇哇哇 10分钟赶过来 别别逗了 你你妈等着吧 那人流血死了 那救护车还没到了 警察还没到了 就这么慢 中国就这么慢 所以等了5个小时呢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5个小时 就是说大批警员浓道 能把这镇压下来 把这事态平息了 我觉得从速度上来讲 其实我觉得也就 也就这样子了 嗯 对吧 他认为应该5分钟平息 我觉得 对吧 所以这个事 我觉得很难 就是说你说当地政府 有意纵容啊 还有一点呢 我觉得也是什么呢 当地政府也是觉得呢 就是说维吾尔族人 强奸汉族妇女呢 可能有这个 你懂我意思吧 就是说当地警察也觉得你们这么干 不对 我觉得有点就是说偏袒这边是有可能的 第二一点呢 还有就是说 维吾尔族人 他们就跟汉人打起来两个被打死 说这个事件呢 广东的当局呢 没有马上就处理 没有马上就对汉人进行抓捕或怎么着 然后因为打的是群架嘛 最后一散伙之后呢 就没找到凶手 就导致维吾尔族人就不干了 我们死了两个人 你们连个凶手都没有 怎么着 一里有个人出来背锅吧 没有啊 那是在七五事件发生之后 所以广东 呜我一看这好 这事儿惹到这么大楼子 赶快去抓了15个汉人回来 那背锅顶嘴 抓了15个 后来也都判刑 也都坐牢了 你知道吗 反正中国你还不了解吗 就是人家 反正事儿一闹大了 去怎么着也能给你抓15个 抓不着兔子 还抓不着熊吗 我跟你讲过那笑话吗 我没讲过那笑话 就是全世界的警察 这个警力大比拼 知道吗 然后先是 比如说大家比什么 抓一只兔子 知道吗 然后就是说美国警察 美国警察去了之后 就开始安装摄像头 然后去对比去抓 搞了一个月 他把兔子抓回来 就是一看认罪复法 就是这兔子 然后到了俄罗斯警察了 俄罗斯警察去 去抓这兔子 俄罗斯警察去了之后 也没有 因为美国警察就认为 不能损坏森林的和平 对不对 一点点的 就是说 去比较安装到摄像头 但是一点点等 然后蹲守 俄罗斯警察是什么 拿着你把铲子推过去 推 给我树子推平了 不然要分 挖第三尺 你给我挖出来 搞了半个月 终于给兔子抓着了 然后 然后回头兔两部兔子抓来了 然后到了中国警察了 中国警察一看怎么说 美国人搞了一个月 俄罗斯老大哥搞了15天 俄罗斯老大哥搞了15天 我们要太快的出去15分钟 抓回来 老大哥面上不好看 咱给老大哥留点面子 所以咱这样 咱先架一桌子 几个人坐上开始打麻将 打了七天麻将 说差不多了 俄罗斯老大哥15天 咱七天了 差不多 行 咱俄罗斯老大哥 拿走 抓兔子去 抽血过一会儿 利那一只熊就回来 哇 他在那只熊上 哎呦 脸上都是包 被打的 我头破血流的 就回来了 然后一抓 说兔子抓来了 那世界警察组说 我靠 你们这不闷我们吗 对不对 让你抓兔子 人家俩人虽然慢 人抓来是兔子 你们欺骗倒是快 你又抓来一只熊 这是你不逗 中国警察说 你怎么不信呢 这什么熊 这是兔子胖点 那是被打了打肿了 知道吗 不信你问他 你问他是不是 那狗熊包着头说 我就是兔子呀 我真的是兔子 你们相信我 别打了 我就是兔子 都是我干的 讲过这故事吧 忙 对 所以呢 反正最后 广东警察就抓了15只熊 也不知道是怎么打的 反正就递了回来 也没办法吧 那帮那帮好大屠杀的 搞成 你知道吗 习武新疆死了好多人 但是具体数字 咱说不清楚了 反正是烧杀 抢掠死了好多 反正有很多汉人被打死 然后警察去了 也没含糊 你知道吧 也大死了很多 反正后来还有七七 七五之后 还是七七 说七七的时候 乌鲁木齐 有上万汉人就报复 你七五杀了我们这么多汉人 汉人也是持谢上街 然后马上抓着 维吾人就打 然后拿铁罐打 你知道吧 好 咱们来说 他第二点就说什么 就说没有安抚新疆的维吾尔族人 所以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人 在十天之后 就出来和平庭院了 他认为这七五事件 就是因为你6月25号之后 你广东你没抓 你抓个人的话 我们不会这么激动 对不对 反正我觉得这个也可能 我觉得有可能 广东当中就对汉人比较偏向 就觉得你们强奸我们的女的 打你们活该 没打死你们 怎么 你知道吗 强奸犯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的确 我觉得伤方都有问题 然后还有一点 就是说 说7月7号 汉人上街 报复维吾尔族人 说防暴部队 说75的时候 维吾尔族人在马路上 杀汉人的时候 防暴部队拿着坦克 什么散弹枪就出来了 就打 就往私底打 知道吗 等到77的时候 就没有镇压 后来我看了一下 是镇压了 当时防暴部队 是用了催泪弹 用催泪弹 驱散了汉人 然后他们就说 武力不均衡 为什么我们杀汉人的时候 你们就拿枪打我们 汉人杀维吾尔族人 你们用催泪弹的 我觉得这个也有可能是人的 这就是当地警方做的问题 是吧 我们咱们就双方 谁有错 团队里说 咱们尽量站中间 然后 后面提到了 你看 咱们看看 从75之后 往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我们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 就是说新疆在建集中营 百败人的大集中营 咱看 从200到2009年的10月 这是7月5号发生的 对吧 三个月之后 维吾尔族的一个记者 叫海莱提尼亚姆 是吧 被捕了 然后被乌鲁木齐 中级法院 以泄露国家秘密罪 判刑15年 泄露国家秘密 他说了什么 说什么 江泽民 直上帝 是吗 不是 反正说 以泄露国家秘密 判刑了15年 接受香港的亚洲周刊采访 怎么回事 他接受香港的亚洲 周刊采访 他说 2009年广东 韶关事件发生之后 就广东那边打死 维吾尔人事件之后 他就意识到出问题了 所以他一直在关注网上的 维吾尔人的反应 然后他就认为 那个时候 他认为网上已经有人 在组织维吾尔人 要来示威游行 他就认为 那时候定的就是7月5号 就10天之后 7月5号 所以他已经意识到 7月5号要出大事了 所以于7月4号晚上8点 他已经向有关部门的预警 说我在网上 我得到了准确的消息 7月5号要出大事 你们要赶快想办法 然后相关的警方 就联系了他 到7月5号的上午10点 就是新疆自治区的 重要的领导就接见了他 你也不能说当地领导 就是不重视 因为已经把自治区的 重要领导来了 已经接见他了 然后他向领导面授激意 提了三项建议 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被采纳 马上就打起来了 就动手了 你知道吗 7月5号上午10点 见了香港新疆自治区的 主要领导 然后他的认为就是什么 他说这个事件 是一个导火索 广东事件是个导火索 他说主要的问题 是20年来 维吾尔民族在经济上 被边缘化 贫穷化 而新疆当地政府反恐的政策 扩大化 使得维吾尔人处于高度紧张的 心理状态 所以加重了民族矛盾 这是他的观点和认为 从这块来讲 为什么我刚才说 你看 他说是因为10天之前 6月25号 乌鲁木齐市政府发了广告 说要招工 说你们来了 如果不行不录取 也给你们报车票 然后还有 就镇压七五事件的部队 有很多是5天前就从浙江来的 就调了部队过来了 准备要镇压了 所以他认为 这个是中共一手策划的 就是他认为什么 说6月25号 在广东打人的事件 是中共受益 他们这么做的 然后来计划矛盾 然后7月5号 等新疆人上街了 再来镇压 那这个来讲 我认为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如果要挑事的话 还那就在乌鲁木齐挑 另外跑到广东去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广东那个事件 和7月5的事件 真的是不挨着 这不是一拨人在搞的 6月25号 我现在认为 强奸这事的确是发生了 但这里面 你不能说有一个强奸犯 就都是坏人 对不对 反正是强奸了 然后到底最后打死 到底是不是强奸 不知道了 你知道吗 那这个是怎么一个情况 我分析 我认为是这样子 我们天津对他们 也有一点点的 就是说小的偏见 为什么 有很多他们来了 在我们这卖切糕 你知道吗 然后一来了 他就跟你说 你一说切 他嘎那一招下去 你知道吗 就得要你一个几百块钱 你知道吗 反正他这东西是多少 也不几百块钱一斤 是怎么知道的 然后这东西特别沉 反正一撑的 就那么一小块 就要个几百块 那大家就觉得 这不抢 你知道吗 然后你要说不给 他就不让你走 拽着不让你走 你知道吗 叫个警察来 因为他们是新疆人 他们语言不通 我们天津的警察 还是向上他们 你就说 你算了给点钱 赔钱了事 对吧 反正他说400 你就给他200 打个5折 大家都觉得 我花了两个块钱 买这么一小块 这玩意怎么回事 就那切膏 你知道吗 然后就为这个 也发生过很多问题 就是说很多的 这汉人非常的不安 觉得就被坑了 被骗了 你知道吗 你这根本就不是说卖东西 你就成了成个诈骗了 还有一个 就是说有一些新疆的 一些大人 在马楼边上 带着一些小孩 去偷东西 比如说有个女生 要骑车 你要把包搁在这儿 或后边或走路 他们就过来拉一拉锁 从你包里拿东西 然后你偷东西 咱就算了 他是这样子 假如说比如一个女生在前面 被人被小孩 在被新疆的小孩 在后面拉拉锁了 我要是个男的 我在后面 嘿干嘛 你猜怎么着 哗 从马楼边上 一下子过来 七八个人就揍你 就他们新疆的 马上就过来 一往上就揍你 妈敢管闲事 我妈偷东西 你管大肆你 就这样 所以弄了当地的 对他们就是有一些不满 知道吗 然后以前在天津 我也听说过 就是汉人 跟新疆人 好像也群有我 但是没有到最后打伤打死 反正就是说警察反正就给 就那什么了 也是因为 好像也是因为偷东西的 然后他们打一个人 然后那人就跑到当地一个小卖部去了 然后小卖部 那也是汉人的 说你们这干嘛 你们早 因为那小卖部就摆在这儿 天天看他们在偷东西 那小卖部的人不愿意管 都是因为我管了之后 你到我店里来 你放个火 你砸我店怎么办 对不对 我不敢管 但是看别人管 就觉得你们这太不像话了 说了几句 然后他们 但是人家那店开在这儿 四周邻居都认识 你明白吗 你要打一个马路上 比如说我喊一行 你打我没人管 但是你要一砸人店来 周围邻居都出来了 就为了这个也发生过这种 就是说算是群殴 你知道吧 所以我觉得广州那事件 我基本上我能理解 也是一个积怨 就是说我估计大人的 都是两百块钱买过炸糕 或别人偷东西的 你知道吗 但是最后冤有头摘有主 最后卖扎糕的可能没找着 然后让别人倒霉了 这个有可能 所以这个我觉得 其实是存在着某一些误会 然后这个我也要说一下 怎么回事 以前我在外州住的时候 有一次找房子 去的一个区 他们说这区不太好 让小心一点 然后我去了之后 我就问有一哥们住在那 我说这区还行吗 他说反正你晚上 你11点之后就别出去了 还有一点 他说其实这老黑还行 他说他们这不是老黑 就非洲籍美国人 他说这儿上一些 非洲籍的美国人还不错 我说你怎么 这还有好不好 这分 他说你不懂 我跟你说 这这些非洲籍的美国人 如果不好的 早就都跑纽约去了 就不在这儿留着了 大农村在那儿 待着有什么意思 对不对 我想也有道理 所以我觉得新疆也是 好的新疆人都留在新疆了 那些动歪脑筋 想偷东西想抢的 可能就都跑天津 就跑外地去了 你知道吗 所以有的时候 你在外地看到一些新疆人 有些人是做了一些东西 不太好 你要想 这些都是在新疆里 那些混不下去 混的不好的 才跑来了 那些混的好的 人家就人为马打捞 跑你天津来 对不对 所以这些不好的 不能代表新疆 你也不要 就是说因为有几个 就是说偏要几百块钱 卖你一块炸糕的 或者偷你东西的 你就憎恨所有的维吾尔的人 这个是不对的 是吧 好 这儿也就解决这个问题 我在这儿就说着骂 就说着作家海莱提 他说这意思 就是说实际上 他也发现了6月25号之后 在网上已经有维族人 在组织7月5号 要准备动手 要搞事情 你想他得到消息了 他也马上去报警了 去说了 政府那边也得到消息了 所以就是说警力就部署过来了 可能部署的一些警力准备要为安 是吧 所以我觉得从这来看 我觉得这个事应该 不是提前的 就是设计好了的 你要是说他文文全全 就是说是精心策划的 我觉得是不是 这个事 反正也是一步走一步 就一步一步的赶到这个 对 我赞成你的分析 好吧 然后到了2010年的8月19号 新疆哈克苏斯 一个维吾尔族人 在联防巡逻队的人群中 驶动三轮车引爆了炸弹 就是说他拿三轮车拉着一颗炸弹 然后就是进驻了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 联防巡逻队拦起来 还是怎么着 反正引爆了 因为都死了 都死光了 最后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 最后是7人死亡 14人受伤 中间那几个都死了 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为什么那会有联防巡逻队 就因为新疆人在马路上 就是说看着汉人就打汉人 汉人要成军结火 在新疆上看着落单的 维吾尔人就打了汉人 双方的仇恨的比较大 所以当地就组织了很多 这种联防的巡逻队 就马路上的 就是说谁也别打谁 别也别弄勺 一动勺大家就赶快 赶快就给拉开 就这么个意思 然后这些联防巡逻队 可能就是查维吾尔族人 那么有的维吾尔族人 就认为这些联防巡逻队 完全是针对维吾尔族人了 那我看了一下 还真不完全是 因为这联防巡逻队 你就很难说 你知道吗 所以有人就经常说 说这NYPD 就纽约市警察局 没事老杀黑人 就说这就是说Black Matters 就是说黑人的命 也是重要的 对不对 也重要 你也不能说黑人就打死 但是咱说的实在的 NYPD里边 我觉得最起码有三分之一 其实都是非洲籍的美国人 对不对 所以你也很难说 你也不能说他 你让你的黑人跟黑人打起来了 你一声说是黑人歧视你们 其实也不是这样 对吧 其实纽约的警察很多都是黑人的 还有亚洲人的 还有西班牙裔的这些人 对不对 因为纽约现在就是白人少 白人大量的都已经走了 这个地方已经完完全全 都被少数族裔统治了 正好现在你还能看得见几个白人 很沦陷吗 是不是 对吧 所以你要说 这个联防巡逻队 完完全全 针对维吾尔族人 其实也不对 因为这里边有大量的维吾尔族人 反正最后就是发生这么一个情况 这是到10年的时候 一年之后 2011年的7月18号 新天新疆的河田市 有也是习堤的当地的输入所和派出所 还扣留了人质 然后有一名的联防队员丧生 这就是河田的恐袭 2012年 你看这是一年一起 10年12年11年到12年了 12年的2月28号 新疆科士叶城县步行街农贸市场发生了砍杀贫民事件 当场杀死了13人 就是随机的在马路上就砍杀 看见了 咱就砍 砍死了13人 砍伤了16人 其中两人后来死于医院 有13人是当场被砍死了 还有两个死于医院 7名袭击者被警察击毙 然后警察就开枪了 打死了7个 然后还有一人死于医院 一人被捕 一名的联防人员丧生 联防人员就被打死了一个 好 然后至此中国的反恐就升级了 你看10年11年到12年 这受不了了 原来的国家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 升级为领导小组 由时任公安部部长郭生坤 亲自担任组长 2018年的8月27日 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 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就是正式 就是说开始反恐 他就认为09年 10年 11年 12年 连续4年 就认为这个已经是 已经涉及到恐怖行为了 恐怖行为了 然后到了2014年的1月 中华民族大学副教授 维吾尔族人伊利哈姆 土赫提被捕 7月侮辱木齐人民检察院 以分裂国家罪提起公诉 9月 一审判了无需徒刑 11月二审维持原判 这个说实话的确是比较快 在中国来讲 这种事比较快点 1月被捕 7月就审了 9月一审就判了 11月就判了 一年就是说连终审都搞完了 一审二审都搞完了 这个比较快 这个来讲 我认为其实不正常 一般来讲没有这么快 都拖好几年 然后伊利哈姆 就是网站的 叫维吾尔在线的创办人 以及战长 那么指控他 利用网站组织 拉拢制造 试团散布 分裂思想 鼓吹新疆独立 从事分裂活动 怎么回事 就是说刚前面新疆人不给说 他也是在网上 就是说发现有人在组织 就是说网上的确有一些 就这种网站 这么一种人在组织 比如说我们什么时候去哪哪搞什么活动去 你说这个事怎么说 他认为他是要伊利哈姆是说 他要搞新疆独立 他认为我们是要独立 我们跟你们不一样 你要从新疆来讲 他是要独立 从中国政府来讲 都觉得你这么分裂国家对吧 所以这个事从两边说 两边都有理 我只能这么说 对吧 好 到了2014年的3月1号 然后有一些新疆人 在昆明火车站的广场 受票厅持刀乱砍 造成了31人死亡 砍死了31个 140多人受伤 然后警察最后击毙了4个 扎获了一个 后来还有三名作案者被判刑 然后当时也是正值 人大两会期间 彻底惹怒了中共 在2014年的这一次事件 在昆明火车站这次事件 彻底激怒了 然后叫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 主席 热比亚说 就是说对于2014年死31人 这个事件 他说 他说这个事件怎么来评价 他说这样 他说这个事件是一群 对政府失去希望的人的绝望的行动 突然有点绕 那你能明白这意思吗 他基本上还是支持这些人的 他认为这些人 因为对政府失去了希望 没有办法 所以搞了一些绝望的行动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 冤有头 债有主 对 你不能够说在火车站 莫名其妙的 就是逮谁砍谁 对吧 你不满 你可以朝政府下手 对吧 你哪怕你朝公安局下手 朝联盟队下手 我都觉得就算了 你们互相打 对不对 你杀我杀你 但是你从新疆 你大老远跑到昆明去 砍昆明市民 对吧 昆明市民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被砍死了 对吧 你这个来讲 我觉得 这个病性有问题 对 热比亚 我觉得对这个事件的定性 是有点问题 我觉得这个事件 任何一个政府来讲 都可以定义为恐怖袭击了 对吧 就是说 我一直说 美国在中东搞的行为 其实我也不是完完全全的赞同 对不对 但是我说你跟美国人 你打仗 你跟美国部队打起来了 你们互相杀 我觉得这个有情可原 你大老远 你跑到纽约来 你劫持两架飞机 往这个人的楼上撞 这就是恐怖袭击了 因为你撞什么人都有 对不对 而且这些人跟你们没关系 对不对 你不能这么搞 对吧 那这个定义为恐怖袭击 我觉得没有问题 那热比亚同志 对这个事件的定义 我比较失望 好 2015年的7月 中国警方从泰国遣返了109名的新疆 新疆人回中国 泰国跟中国政府 就是说联手行动 知道吗 当然了 这个来讲 泰国也得到了一些好处 等于他出卖了这些新疆人 对吧 这些新疆人从中国跑到泰国去了 然后泰国就给他们引渡回来了 然后这个是7月份 然后到8月17号 泰国首都曼谷四面佛发生爆炸 造成20人死亡 125人受章 那么认为 这就是对泰国出卖新疆人 把他们遣返回中国的报复行动 那这个来讲 我认为也是属于恐怖袭击 因为在曼谷正好发生爆炸的话 因为炸死了这20人 据说很多都是游客 连泰国人都不是 其实不是当地人 是游客 游客来自全世界的 你这么搞 我觉得定义为恐怖袭击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 对 是吧 这个咱们实话实说 然后这2015年 2015年 美国之音也报道了 我为什么说 其实很多媒体都报道了 但是我觉得美国之音 相当量比较可靠 2015年的美国之音报道 称大约有300多名的新疆 维吾尔人绕到马来西亚 前往了中东 与当地的伊斯兰国的成员 就是说合并一起了 这个事件也作为中国 就来攻击新疆维吾尔人的 一个事件 就是说美国 但是美国之音也承认了 对不对 就是说认为他们加入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是世界著名的恐怖组织 你们加入的时候 你们也是恐怖组织 这个事件 咱们这么说 咱先看后 2017年的2月 世界维吾尔的 维吾尔代表大会的主席 热比亚卡德尔在日本 访问期间接受采访 他说他也承认 他说近年从中国逃亡 到东南亚 土耳其 以及其他国家的成千上万的 维吾尔族人当中 他说有那么一小部分 的确确是辗转到了中东国家 加入了当地的武装组织 但是他不愿意承认一三国 反正是加入当地武装 他也承认 我觉得这点来讲怎么说 我觉得他这么说 的确确有成千上万 有几万人 可能甚至更多的人 就逃了 因为在中国被迫害了 比较厉害 就跑了 回到东南亚 没看什么泰国 对吧 土耳其 亚那些地方 对吧 我在想 我经常说 每一百个人里面 总有三个 就是说 有暴力倾向的 对吧 精神比较激动的 对不对 所以如果跑出来 来几万维吾尔族人 里面只有三百多 那很正常 上有1万人里面 可能就有三百多 就是说精神病 比较暴力 形象的 对吧 你要跑出来几万人 然后只有三百多人去了 我觉得从比例上来讲 也算是可以接受 你没有办法 对不对 但是你不能说有这三百多人 加入了伊斯兰国 你就说他们那几万人 都是这个不对的 对吧 咱不能倒过来说 是不是 我觉得我算中肯 我这么说 好吧 好 那么到了2018年的6月 就开始了 2018年的6月 就是说 国际大媒体 史东基率先报导了 新疆的再教育营的 官家了 约百万少数民族 进行洗脑和培训 我们你承认 我们算报的比较快的 我们当时报出来的时候 被抨击的很厉害 都说我们要活着玩的 对 是吧 但是到现在来讲 这个事 从去年的6月份到今年 这7月份一年过去了 我想大家也都实时应证的 我们报导这个消息 是没有问题的 我想10年过去了 历历很多事情还都历历在目 经历了这么多 我觉得双方都有一定的问题 我觉得双方都有一定的问题 说说中国人 中国人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咱们汉人 不能算中国人 中国人多了 咱说汉人 汉人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说他们不管到了哪 上之后 知道吧 都比当地人发展的好 过得好 很容易引起不满 前两天我刚看到了一个消息 就是川普总统接见了今年的 就是说全美各地各个州的这些 就是说算是这种高考状元 就高考最高分的 让你猜怎么着 都是亚裔吗 里边有三分之一都是亚裔 因为每三个人里边就有一个 就是亚裔 所以画面看上去 可以说黑压压一遍中国人 或者是日本人 或者是韩国人 但是不知道怎么着 都是亚裔 就现在有所谓的 我们前两天采访了华盛顿州 他们也是谈到所谓亚裔细分法案 也是说 就是认为 就是说美国的大学 如果再不管的话 很快的 就是说美国的这些长青藤 或者这些重点院校 全部都是亚裔人 咱说的实在的 我在中国的时候学习不是很好 我也不爱学习 我就是瞎胡混的 对不对 我也承认 但是就即使这样 我来了美国 随便念念 我还是瞎胡混啊 我还是在玩 就玩人间 最后我上了一个全美排名的70多的一个学校 你明白 你明白这个概念吧 就是说我在中国那烂透了 我跟我的高中同学说 我说我带到美国 最后我上了一个全美排名70多的 我们同学说 就你这不聊调 还能上个70多的 他说那我们要去了 我说你们来的肯定就是哈佛耶鲁 那不用说 那我同学都很努力了 那都什么你知道吧 所以怎么说呢 汉人的确是这样 就是说最糟糕的汉人像我这种 不聊调的来了 也都是都你知道吗 那学业都是非常优秀 所以你说怎么办 没有办法 在东南亚的各国也都是这样 你看新加坡 新加坡也是从哪儿 它就是分离出来 就是说你们汉人太多了 干脆你们独立 新加坡就独立出去了 所以说都是汉人治理 但是你会发现 一个汉人治理的新加坡 一个弹丸的小国 可以说迅速就发展成为世界知名的 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国家 可以说对吧 非常著名有影响力的国家 一个经济体 对不对 你看在马兰西亚也是 马兰西亚是因为 马兰西亚当地的人 他们对马兰西亚人进行保护 就是说汉人的 有很多重要岗位 都不能用汉人 在这种情况之下 马兰西亚还能保持住 以前千诞三人行的时候 道云涛也说 他就跟一个马兰西亚的 一个华人就聊天 就说假如没有了 就是说从政府层面 没有了对汉人的这种抵制的话 会出现什么情况 他说那些人全都得被我们统治 他们就完了 他们跟我们没法比 我们不管从吃苦耐劳 从聪明 从各方面都比他们强 在印尼也是 大量的华人华侨 到了印尼 到了马兰西亚 到了这些地方 知道吗 就是比当地人发展的好 后来印尼也出现过一次 大规模的 就是说排华 杀华人 就是为什么 他们就觉得你们华人来了 把我们工作机会都抢走了 然后你们在当地设厂 你们挣的钱都比我们多 然后过着日子也比我们好 凭什么 知道吗 就是有点遭人恨 现在的据我所知 在俄罗斯也是 有很多的华人华商 到了俄罗斯 也是发展经济 挣钱 弄到俄罗斯人也是极为不满 这个是华人的问题 我们汉人的到了新疆 也是跟当地的 也是处不好 就像他说 他说的是20年来 刚刚谁 不是说 他说叫海莱提 海莱提不是说 他说这个事情的根本原因 是20年来 维吾尔族人在经济上 被边缘化 贫穷化导致的 但是我说 你说贫穷化和边缘化 你为什么不能把汉人 贫穷化 和边缘化 为什么是汉人 把你 你看在美国也是 对不对 咱别说新疆 咱别埋怨人家 咱埋怨美国人 你美国人怎么搞的 为什么我这么不着料 我来了都能上这么好的学校 你们美国人在这生 在这长得 英文又比我好 你们怎么会还 怎么会读书 还读不过我 是吧 我就很不解 我在中国有谁读书 没有我好 对不对 你在我们班 通常我在哪上学都是 如果比我成绩还糟糕的 那你没法要了 你知道吗 你就想 美国这一帮人怎么读的 美国人他更强调综合素质的发展 然后你在美国环境下 更适合他们的教育体制和他的生存环境 好吧 甭我怎么着 我觉得反正 咱们也咱们也得说吧 反正 但是你看美国之年也搞过排华法案 你发现没有 美国在历史上没有对任何其他的种族搞过这种 就是立法来排斥的 只有对华人 反正华人到了一个地方总是有点糟狠 这个也是华人的问题 对不对 好吧 那跟新疆人发生了这些问题 我觉得 反正我作为一个汉人 我尽量从我们汉人这方面来找问题 但是我觉得剩下话我不说了 你们也要想一想 就是说同样的竞争的情况之下 为什么好学校你上不了 为什么你挣不着钱 你有你的原因 你也不能都怪我们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是说各打五十大板 现在通过这个事情 你现在就知道为什么新疆大孩 搞了个百万人的集中营了 是吧 就是说实际上是从09年期 50年到现在 这10年来是一步一步的 一步一步的 最后矛盾的越来越激化 越来越激化 最后走到了这一步 通常我讲这种东西 我会说一下 我认为能够解决的方法 是不是 我在这 我说一下 其实我以前我就说过了 我说过就是说什么 像新疆这种问题 只能怎么办 独立 自治 现在的所谓的新疆的自治区 不能叫真正的新疆自治区 我认为解决新疆的问题 跟解决香港问题是一样的 跟解决台湾问题是一样的 跟解决中国的问题是一样的 就是说中国要搞一个联邦共和制的一个国家 就是说新疆 内蒙古 天津 北京 香港 台湾 全部 都由当地人来选自己的州长 就跟美国一样 纽约州 新德西州 选自己的州长 知道吗 天津市 选自己的市长 全民来选 美国是这样的 一般来讲 你到了一个城市 你只要生活一年以上 你有你的报税记录 或者是什么防媒水电这种记录的话 你就可以参加本州 你就算本州居民了 你只要在这儿居住一年以上 都算本州居民 那么各党的初选也是这样 比如说共和党的初选 你要参加的话 你只要再提前一年 你就加入了共和党 然后是一年的共和党的党员 那你就可以参加初选 对 他都是以一年为这期限 我觉得我们中国也可以这么搞 取消户籍制 然后自由流通 各地民选 只要在当地居住一年以上的 都有选票 都可以去选 就这样 那么有人就说了 有没有可能就是说 这个人 我在这儿也有一个居住地 在那边有一个 就两边我都选的 如果这种情况 就算是会选 知道吧 台湾就会有什么 选霸法是什么的 反正选举有选举的法 如果你在两地都投票 抓你坐牢 嗯 这是违法行为 在美国也是 如果你没有选举资格 你去选举的话 如果被抓着了 也要坐牢的 这是就是说 这个就是说选举作弊 知道吧 这在美国 在台湾都是重罪 选举作弊来讲 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嗯 所以在中国也是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们能够把明选 真正的法制化 我相信很多问题 会浮现出来 我们一个一个去解决 但是如果真的 就是说当地的居民 一起投票来选的话 我觉得会更好 因为为什么 就是说你执政所的权力 来自于这个地方的老百姓之后 你必然就要对老百姓负责 因为你不负责的话 4年之后就会把你选下去 对不对 为什么美国就不会像发生 像中国这种新疆的 这种爆孔事件 就会稍微 也不能说没有 也稍微好一点 就民族种族冲突 对 没有那么严重 为什么呢 就是说因为他们有一个希望 他们觉得 我先忍一忍 4年之后 我拿选票吧 你选下去 所以要解决新疆问题 我就觉得只能是这样 通过民主 通过普选来解决这个问题 才能达到的 而且就是说 我经常说 像新疆和北京和天津的话 地方的法律不能够完全一样 地方法律要有所区别 因地制宜 美国也是这样 各州的州法是不一样的 但是联邦上有那种总的 就是杀人放火那种法 你不能说杀人合法 对不对 就是说有一个总的一个宪法 但是各州允许你们在各州的情况之下 设立自己的州的法律 中国我觉得只能这么发 只能拿这个方法来解决新疆问题 其他的 我现在觉得 我觉得别无他法 包括香港 香港最近还据说是七七又要打游行 你知道吗 说这7月7号现在正在组织 今天7月5号 说两天之后又要组织一次大的游行 香港问题现在到最后怎么解决 咱们还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香港问题跟新疆问题都一样 如果香港真的能有普选 真正的香港的港独 十四级人选出来的 就会好一些 但是有观众就跟我枪火 说林郑月娥不就选出来 林郑月娥真不是 真的不是 林郑月娥是北京选定出来的 当时北京用了一些方法 把选定出来了 如果真的是全民普选的话 林郑月娥肯定选不上 香港的港督 我相信如果上一次 是有一个男的跟林郑月娥一级选 当时实际上是香港市民普遍支持的 如果当时是他的话 这一次香港不会当成这个样子 这一次香港当成这样子 林郑月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就为什么这事一出来 我就说两个能够满足 我们就回家 一个就是送中条例废弃 另外一个林郑月娥下台 林郑月娥这次处理的非常愚蠢 好吧 反正这事 我也提出来一个我的解决方案 因为我别说 我别说我光给你提出问题来 我不提解决 对吧 能不能管用的 我们再探讨 我现在也是比较谦虚 我也不是说我说的这个一定就对 但是我提供一个角度 或者一个方案 大家可以再探讨 对 好吧 那今天这个就到这里吧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